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文昭啊 从明天开始 你要去学堂读书了 去学堂读书 我可以跟大哥一起读书了 不是跟大哥一起 是你一个人去读书 那大哥您 我去外边打工 那您不能学习了 大哥晚上回来 可以跟你一起学习 大哥你每天出去打工会不会很辛苦 只要你用功读书 大哥就不辛苦 大哥放心吧 我一定用功读书 文昭 咱们今天去集市玩吧 文昭 你这是 从今天开始 我要去学堂读书了 读书? 读书有什么好玩的 我娘让我读书 我还不去呢 读书可以增长智慧 增长智慧有什么用 你去读书 咱们以后就不能一起玩了 读书比玩更重要 不如你们也报名去学堂读书吧 我们才没兴趣读书呢 等你读书读烦了 再来找我们玩吧 文昭 文昭 你以后去学堂读书 不要再跟他们交往了 不是 有贤辟 有善柔 有贤宁 随以 文昭 不错 不错 啊 老板 您这儿需要请人吗 你想来我这儿打工 嗯 哦 我这儿可都是技术活 你会做花灯吗 我会 我这儿卖的花灯可都是精品 你的技术怎么样啊 我可以做给您看 嗯 嗯 嗯 老板 您看我做的还合格吧 嗯 合格 太合格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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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er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还没睡 我马上就睡 哥 您回去休息吧 早点睡 明天还要上学 好的 大哥 弟弟终于开始用功读书了 温昭 出了什么事情 你昨晚怎么下半夜才睡 没事 哥 让您担心了 我多看了几遍先生留的功课 用功学习是好的 不过也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 以免让娘担忧啊 知道了 哥 先生好 文本 多日不见 你还好吧 弟子一切安好 多谢先生关心 你是为师最满意的学生 你突然决定退学 真是可惜呀 你最近做些什么呢 弟子在一家花灯店打工 哦 请问先生 我弟弟文昭 学习还好吧 这个孩子很聪明 学习能够举一反三 不过做事有些急于求成 语速则不达 又弟顽劣 先生您费心了 哪里哪里 明日考试 我让他们今天在家好好休息 以期明日发挥出最佳水平 您今天让他们在家休息 是啊 那我弟弟他 误歌而后知智 知智而后一成 一成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 而后 我怎么又忘记了 大哥 大哥 我对不起您 我太笨了 先生教的内容 我总是记不住 明天考试 我怕 文章 你这几天勤学苦读 就是为了明天的考试 嗯 我怕考不好 娘和大哥生气 文章 你对娘和大哥的心意 大哥明白 可读书的目的 不是为了考试 考试 不过是检验读书成果的一种方法 嗯 大哥说的是 可先生这些天讲的内容 不知为什么 我总是记不住 我真没用 文章 你不要气馁 这几天你之所以学习没有状态 是因为你的心不平 我的心不平 嗯 你一心想着考试 唯恐考试成绩不如意 内心患得患失 以这样的心态 如何能取得好成绩 嗯 读书的目的 是为明白古圣仙邪为人处事的道理 只要你用心去学 从中收益 无论考试结果如何 娘和大哥都会为你高兴的 真的 嗯 真的 谢谢大哥 文章啊 学习不能够死记硬背 对 上课时要仔细听老师讲解 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就要在生活当中体验 如果还不懂 就要反复多读几遍 古人说 读书百遍 奇异自信 以后你就会慢慢的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嗯 嗯 娘 大哥 我回来了 文章 考得怎么样 放心吧 娘 先生出的考题我都答出来了 我是第一个交卷的 我一定能拿第一 好孩子 好孩子 文章 文章 考好了可不能骄傲啊 要做到胜不骄 败不哪才行 是的 大哥 这次考试大家考得都不错 有三位同学 他们的成绩格外突出 他们是 娘 出了什么事 温本 你今天见过温昭吗 没有啊 弟弟他 他早上告诉我今天半天刻 中午就回来 可到了现在还不见他的影子 娘 您别担心 弟弟可能跟别的同学出去玩了吧 早上没听他说过 我怕他又像上回那样 娘 您别着急 我这就去学堂问一下 好 文本 你找我有事 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 我弟弟文昭什么时候离开的 文昭他中午放学就已经离开了呀 怎么 他没回家 那他会去哪里呢 先生 这次考试文昭他考的怎么样 他考的不错呀 位列第三我还表扬了他 位列第三 文昭考的怎么样 放心吧 放心吧 先生 先生出的考题我都答出来了 我是第一个交卷的 我一定能拿第一 好孩子 好孩子 我知道他去了哪里 goodbye 文昭 大哥 大哥 文昭 你别难过 大哥 我对不起您啊 对不起您 就因为你这次考试得了第三名 大哥 您知道了 就因为你没有拿到第一名 你就跑到这里来自暴自弃 让全家人为你担心吗 我 我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 可 可是将来参加科举考试 状元只有一个 只有拿第一才能做状元呀 你发愤用功读书 就是为了做状元 做了状元才能光宗耀祖呀 你错了 弟弟 娘和我让你去读书 不是为了让你做状元 更不是逼着你去光宗耀祖 而是为了让你明白 为人处事的道理 做一个德行高尚 有用的人 你一旦陷入拿第一 做状元的怪圈当中 你会处处跟人攀比 这份得失心会害你一辈子的 你知道吗 弟弟 大哥 我错了 达则奸计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只要你有一颗为民之心 就算你做不了状元 一样可以孝顺长辈 服务社会 大哥 我懂了 我让您和娘失望了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只要你知错能改 仍然是娘的好儿子 我的好弟弟 大哥 不得 眼看就要过年了 本本啊 今年庄稼收成不好 物价上涨 这马上又要过年了 家里这点积蓄 怕是过不了年关了 娘 您别发愁 孩儿可以再去打一份工 多赚些钱 你如今打一份工 已经很劳累了 再打一份工 你能行吗 放心吧 娘 孩儿身子这么强壮 不会有事的 辛苦你了 孩子 娘 孩儿回来了 温赵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娘 先生明天带我们去观赏雪景 到时你要听先生吩咐 不能随便乱跑 放心吧 娘 孩儿知道 娘 打扰您休息了 家里的柴已经够用了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劈柴呀 孩儿明天进城 顺便带些柴火去卖 好多赚些钱 为了娘和文昭苦了你了 孩儿不苦 好美啊 是啊 你们快 看 先生 他们穿那么少的衣服干活 不冷吗 他们太可怜了 先生 我们把衣服借给他们穿吧 大哥 您 您 我在干活 你别打扰我 大哥 您不是在花灯店打工吗 怎么会 你先回去 咱们回家再说 我不回去 我跟你一起干 来 孩子 万本 你怎么会 不瞒先生 弟子家中生活拮据 如今年关将至 弟子想多赚点钱 让娘和弟弟过个好年 大哥 家中生活拮据 您和娘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可以帮您的 只要你用功读书 将来做一个德行高尚 能贡献国家设计的人 大哥我再苦再累 也是值得的 大哥 我欠您太多了 兄弟之间不分彼此 哪能说谁欠谁 大哥 文本 你太辛苦了 这是我娘给我的零用钱 你拿去用吧 这是我的 嗯 你们不要这样 你们的银子 我不能要 文本 你收下吧 嗯 我没有理由 收你们的银子 嗯 以前我们学习有困难 都是你帮助我们的 现在你有困难 我们也应该帮助你 文本 你收下吧 文本 从明天开始你继续来学堂读书吧 嗯 先生 弟子没有能力交学费 哎 你能够不顾自己的利益 孝顺母亲 照顾弟弟 将来一定能够为天下万民造福 不 为师今天免费教你读书 是为了将来天下万民的福祉 你就不要推辞了 先生 嗯 嗯 数年之后 文本两兄弟均考取了功名 嗯 孩儿恭祝母亲 先福永享 千秋康颖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好 嗯 大哥 当年咱们家穷 买不起贵重的东西 才为娘做了展花灯 如今你已经贵为中书令 怎么还送这不值钱的花灯啊 文昭 这就是你不懂了 当年你们送我花灯 虽然不值钱 却是你们兄弟俩的一番心意 如今你大哥身为中书令 竟然还抽空为娘制作花灯 这番心意 就算是千金万金 也难买到 娘 等到晚上 咱们一家人 一起去外面点花灯吧 嗯 啊 啊 启禀太夫人 老爷 宫中圣旨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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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